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预养奖 非常荣幸这一次能够获得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预养奖 这个在管理维护这个类别 那其实顶星集团就 从修复一直到维护营运管理文房这个空间 其实我们非常的用心 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一般大众能够有机会看到历史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 然后我们又能够走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所以我们在修复之后 我们一直都是先用一个文化阅读的空间 在林仪街这个场域来做一个经营 那首先我们是用预约制的方式 让想要进来的民众 他可以预约 那可以来进来非常舒服自在的享受 这样子这个阅读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初步想到说 可以把维护 跟大家使用一个平衡的方式 毕竟这个场域不大 那我们大家希望说 能够在一个非常用心 跟小心仔细的一个状况下 享受这样子的文化资产空间 这个文房它像是一个平台 一个文化资产的载体 很多人是因为想要参加阅读的活动 来到这边才发现 哇原来老房子修复之后 可以这样子再被使用 原来看起来文化资产这四个字 看起来很尖色 但是其实我可以这么轻易的就走进来 它其实可以跟我生活上有这么大的连结 甚至我们在礼拜五晚上 也有开放的所谓的星空文房那个时段 让大家感受晚上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氛围 我想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是 把文化资产大大的开放到台北市民 甚至就一般民众的心中 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们也开启了政府跟民间企业间 在文化资产保存一个合作伙伴 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范例 那我们当然未来希望跟政府当代有更多的合作 那不管是我们助体性的举办活动 或者是邀请更多人来做多元的使用 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未来规划的目标 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 文化资产在修复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再利用 怎么样更加的生活化 那我们好想的玩意 让大家知道 你образ本学会 想知道 我喜欢你 那我不想能 那我来不想看 所以我来说 他还是 感谢观看